桃園市文化局第二展覽室正在舉行 福爾摩沙風中山水奇緣陳慶坤彩莫展 陳慶坤熱愛旅行 因此透過寫聲跟影像 記錄了台灣各地的人文景觀與山水 多品內容涵蓋生活風景跟自然風光 邀請大家一起來欣賞畫筆下的台灣之美 大致上所有我們看到都是台灣的光景 是我在旅遊的過程 像比如說到泰魯閣去登山 到我住台北市我到陽明山等等 這些非常簡單可以拓手可得的這些景致 就直接把它展現在畫面上 所以在題材內容上 還是以台灣的風景為主 所以我說福爾摩沙的山水奇緣 因為每一次登山的過程裡面 激起我那種創作的那種慾鏈 是非常強烈的 這次展覽的作品 雖然歸類在彩莫 但陳慶坤的作品其實非常有特色 雖然是壓克力顏料 卻呈現出油畫般的堆疊感 又有水墨畫的筆觸 將中西式畫技特色融合 他也希望透過展出吸引更多同好 一起探索媒材的應用 在台灣的所謂的水彩 油畫 水墨畫 他們都有各自的一種領域跟範疇 對不對 好像是很難以跨越 其實在現代美術裡面都會講說 都沒彩 都沒彩 其實我們很難脫離那種原本的 那個本身的這樣的一個理念觀念 那我就徹底去顛覆它 所以放置說我這樣畫到底是什麼畫 說真的 在台灣也很難去界定 所以我用的墨 那個墨在我的畫裡面 說真的它的意義不高 所以我不會去表現那個所謂的比情 墨韻 不會 所以有一點接近西方的廢話 但是西方的廢話 跟我的產生在畫面上的品質 又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個也是我在這一次 在桃園文化中心 在跪地展覽的一個 所賜 真的是所賜 從這樣去表現出來的 我也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展覽 能夠激起同好 去是不是從這個媒材的探討上 從理念的探討上 去激發更好更好的表現方式 陳慶昆的畫風從異象派轉為寫實 結合多元媒材與技法 展現出台灣自然風景的層次與變化 他也分享自己突破創新的初衷與想法 那我之所以會用這樣的一個媒材 就是說壓克力顏料化在棉子上 棉子當然不行啦 因為它的承受力 可能沒辦法像我這樣可以做長長的堆疊 所以是棉子 棉子的纖維比較長 它的韌性比較OK的 好 那之所以選用這樣的一個媒材 原因也就是說 我這樣再去表現一個比較寫實的時候 包括我看的 眼睛看到的視覺的經驗 台灣的那種世紀長青的那種樹 甚至包括西底的石頭 我都可以把它表現得非常非常的寫實 這次的展出除了有台灣的風景 還有它將歷史傳達事件轉化而成的紀錄圖像作品 繪畫對陳慶庫而言是一種自我主體性理念的呈現 也是一種哲學 暫期到4月2號 歡迎大家一起來欣賞精彩的創作 記者賴偉一桃源報導 謝謝大家